在荧幕面前卖力表演的小丑医生汤圆 活泼的声调与俏皮的动作 每每逗笑电脑另一端的病童 承认剧场表演者的他 发觉每个家庭接触到的艺术资源存在不平等 为了使病童也能看到表演 他选择加入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 小丑医生在医院进行演出时 会根据每一床病童的个性、特点 将现场周遭的环境或人物与表演做连结 因此非常考验小丑医生的应变能力 有一次病房服务时 汤圆和另一位小丑医生在病房内抛丢乐器 刻意将乐器抛到病床上 制造肢体接触与病童互动 那我那时候就摸摸摸 然后就说来检查一下这只脚皮怎么样 没事 然后我来检查 另外一只脚怎么怎么样 然后结果这时候就发现 他们有另外一只脚 尽管每次小丑医生服务前 都会先和护理长确认孩童病况 但有些细节不一定会先行告知 导致汤圆并不知道小女孩只剩下一条腿 当下非常害怕伤及病童心情的汤圆 立即将胶点转向女孩的那只腿 哇 你的脚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乱摸 然后他就蛮开心的 然后他旁边的哥哥也蛮开心 然后我就松一口气 小丑有时候就是去玩那些 其他人不敢乱 比方说死亡练习 然后生命练习 要怎么把它变得有趣 跟把它 就是当我们去证事这件事 有办法玩这件事的时候 这些事情才不会这么可怕 疫情爆发而无法进医院演出 小丑医生开创视讯服务 打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 开阔受众广度 然而因无法实际接触病童 对病童的个性和游戏取向的掌握度相对降低 需要依据当下的判断做更动及修正 即使视讯演出要面对不少考验 汤圆仍然觉得这样的考验是一个正面的挑战 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除了演出服务之外 也会在特殊节日举办活动 例如红鼻子礼合募款公益活动 在儿童节前夕将礼合送至病童手中 使病童重始笑容 度过充满欢笑的儿童节 尽管在北中南都有据点 但小丑医生仍是在较大的医院进行演出 可以走到更多地方 然后走得更长远 但这就是要靠爸爸来一起努力